好 民進黨的爛勢 真的是一筆一筆來算 被羅庭偉爆料出來 就說民進黨黨政真是好用 怎麼樣搶救地心 先辦個綠色的黨政 你就有辦法 哪怕沒有相關的經驗 都可以獲得一個很好的工作 他爆料的是說 食藥署這邊的一個 國會聯絡人 他其實 就是他完全不符合資格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爆料 找工作 辦民進黨黨政 辦這張就有辦法找到 四萬八的工作 給我的回函寫什麼 因為他有20年的 國會經驗可以代替 這就是認證了 你們任用的是 綠色委員的助理 來當副懲察員 好 包委員 這個這一位是 我有去問一下那樣的書 他們當副懲察的時候 當然是教學是最適當的 那是因為後來這位 因為他們當劉進 因為這位就是想要跟 就是國會在國會的一個 小組 你講話真的很心虛 部長 你為了一個民進黨的助理 講話越來越扯 我覺得你有人 綠色黨政真好用 升官發財你走對路了嗎 我們來看看 他的徵才公告 讓大家一起參考 因為你雖然說需要 具有國內外食品 藥學 醫學 醫事技術 公共衛生 生物科技 這些什麼種種種的 相關研究所必約 但是都不重要 現在你只要是綠色黨政 然後有綠色的相關經驗 他又說這要有一個 滿有經驗的 因為他有20年國會經驗 所以通通可以代替 所以不要再留學了 不要再去學任何專業了 你趕快加入民進黨 48000起跳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羅庭偉講說 這個你邱太元 講話結結巴巴 你根本就是心虛 是不是有人事壓力 真的是印證一句話 綠有有發大財 升官發財 走對路了沒有 另外台延綠能的弊案 檢方突然醒過來了 突然台南檢調32路 同步搜索 帶回了34人漏夜偵訊 那當然這其中也包含了 這個前台延綠能董事長 陳啟玉 以及他的前總經理 蘇昆煌等5人 就是說他們是涉嫌犯了 證交法 特別背信以及刑法 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等 罪嫌 現在目前向地院 申請羈押禁見 那知情人士講說 其實台綠最早是靠著 找地整合來做地面型的光電 光是土地開發就有利可圖 後來又轉推了魚電共生廠 甚至有蓋好的岸廠 直接轉賣再賺一筆 那最後能夠搞到虧損 真的是有貓膩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陳啟玉的兒子 他所任職的紅灰國際 就打著台綠招牌在外收地 那土地開發費 全都進了這一個紅灰的口袋 那民間股東插手 重電相關的工程案 又與業者勾結 以少報多的方式 福報款項 安插人士在下包的工程公司當中 再透過這種違約 一下違約一下賠償金的方式 等於掏空碼 無軌搬運把錢搬出來 難怪台延綠怎麼做都賠錢 那這個另一個問題是說 這明明是2023年 就已經把資料送到檢調 怎麼檢調睡了一年 拖了一年 現在才突然醒過來 要調查這件事情 那陳啟玉他其實 過去是被陳菊延攬盡是否 突然打起了局戲 這什麼意思呢 高雄是因為要推翻孟安嗎 然後突然打起了局戲 又是一番派系政治角力 再來還有光電的炸彈愛 楠姐也是繽紛18路在搜索 看到了民進黨的前中指委郭再青 涉嫌與光電廠商 這個蔡清旭串通 那五天前以30萬元交保 那今天上午檢調 再持18張的搜索票 來搜索相關的人員 但是呢 這個陳凱玲 因為他也是涉及了 這個土利91億這樣的一個弊案 現在已經起訴他 還包含他其他15人 台南現在就是一個光電 最大的受害者 那但是講到光電 你看到底台南缺不缺電呢 黃偉哲說 現在他不敢說 他說台南每年用電 328億度 自己發電呢 大概是89億度 都是靠台中高雄支援 他說我們市府立場 雖然尊重民意 但是我們不缺電這個字 他是絕對不敢講的 那明明就是中了一堆電 就不是滿地都是光電 可是還是繼續在缺電 那更讓大家害怕的是 被網友翻出來 我們原來已經提早步入了 非核家園了 這41天 我們現在是沒有核電的狀態 因為原本預估 明年除役的核三廠一號機 已經停止運轉除役了 那二號機呢 是從21號開始進行了 第28次的大修作業 大概是41天的工程期 所以顯示出來 我們現在全台的核電發電量是零 其它是什麼呢 燃煤啊 氣電共生啊 明英燃電啊 燃氣燃燃燃 通通都在等於說 火力發電98% 人家就想到說 我們不是有綠電嗎 我們不是有光電嗎 光電在哪裡呢 大家倒是有點好奇 在斜巡光電當中 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永平姐怎麼看 現在的卓榮泰內閣裡面 誰最容易講實話呢 看起來就是 衛福部長邱太元 因為他第一個誠實豆沙包 就是跟醫院的人講說 對於綠電的補貼的問題 碳稅的問題 總統有打電話去罵環境部長 也是由他揭露的 然後現在他在立法院 遭到羅庭偉的質詢 這樣完全脹得滿臉通紅 講不出話 講不出話就是說 他用的人明明白白 就是因為民進黨的國會助理 然後不符合他們自己爭財公告 沒有任何相關專業背景 也沒有碩士學位 對不對 那你自己任用人打臉 完全是政治運用 你要不就把他承擔背起來 而且很簡單 這邱太元也其實非常奇怪 他就說委員指證的很對 那這個人事我們回去調查 如果是像委員說的這個狀況 他不符合任用資格 我們立刻fire他 他連這件事情都講不出來 說不出口 就知道民進黨派系安插親信 到了什麼程度 大位子也要 小位子也要 好 那我們講大位子出事的是誰 就是做過高雄市副市長的局系人 陳啟玉 陳啟玉在民進黨的新潮流系裡面 也是南流的大咖 對不對 跟著菊姐 他做地方的議員 然後後來進到高雄市政府 然後他在台延上面 大家也有看他 出來也有自己在做廣告 做台延的董事長等等 現在爆發的就是說 他利用這個台延的綠能 還有利用他的兒子 跟民間廠商的整個勾結 他在台南嘉義 高雄彰化 趕快去簽地 這些都是民進黨 而且很多都是新潮流執政的地方 大量的去簽這個土地的租貸契約 而且這個案子 為什麼今天我們看到這邊圖 一方面講台延綠能案在辦 另外又扯到原來大家已經知道的 台南的那個陳凱玲 涉及91億的立揚案 因為他們兩個案子都有一個 關鍵人物叫做蔡清旭 他等於是查這個蔡清旭 然後把這個兩個案子弄起來 所以現在看起來他們地方都是 同一掛的人脈 那當然我們在看立揚案的時候 就發現說他已經查不上去了 他一直切割到台南市政府 弄一個金發局長 哇 隻手遮天 結果也沒有查到副市長 也沒有查到市長 然後經濟部去搞到一個組長 而且那個組長都已經被起訴了 還繼續去主持相關的這個土地的 還有開發的會議 然後也沒有往上走 因為那個時候還是黃美花 你看他也安全下莊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 到底他能不能查下去 當然今天如果是動到陳啟玉 確實是他在這個案子裡面 比較明顯的大咖 可是這個時候大家就又懷疑了 說你這個時候為什麼在立揚案 你不動黃偉哲 你也不能夠動到經濟部 顧立雄的老婆黃美花 然後你在這個案子 你要直接動陳啟玉 當然台延的綠能 他是直接的負責人董事長 他確實也很難逃掉以外 當然就會讓大家懷疑說 你現在去動局系人馬 你是不是跟高雄市長的布局有關 所以難免會做這種政治聯想 我另外認為的政治考慮是說 我的立場我非常希望 檢調趕快把這些綠能 蟑螂閉案好好的辦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每一次辦這種 民眾黨出來爆料 然後民眾黨一直打擊的案子的時間 都有玄機 現在的這個時間辦這個案子的玄機是什麼 柯文哲的羈押期快要到了 這兩天檢調都放出很多的資訊 說他的USB什麼資料 全都錄以外 一副還有包含他的助理 橘子已經變成被告 馬上要通緝 全部都在做延壓他的準備 我認為現在大規模的 民進黨辦自己的人 來平衡民眾黨 如果一旦延壓柯文哲 他們要面臨的政治壓力 好 來問一下林彤 基本上我們看到整個案子 兩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上次大家記得嗎 賴清德在辦鄭文燦 拿自己新潮流人開刀的時候 第二把刀就開始 就面向柯文哲 可是這一次很奇怪 你看這個陳啟玉 他其實是新潮流南流的局系 今天又朝著自己的局系南流開刀了 下一個要開刀誰了 看起來黃偉誠要小心 因為這個光電案 其實你看到卓榮泰陪著這個 黃偉誠去看那個光電池塘 然後在那邊講說一定查辦到底 可是現在其實你都沒有看到 你只聞這個樓梯的聲音 但是沒有看到一個人下來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這個陳啟玉 我看起來是雷聲大 雨點小 他是吵一吵 陳啟玉自己人 可是你看現在鄭文燦有事嗎 鄭文燦現在交保出來 到現在還沒有開這個庭 還沒有開始繼續查 所以我跟你講 接下來最大的光電的弊案 會是在台南 而我認為台南也牽涉到民進黨 自己台南市長的黨內初選要誰 所以你看到陳啟玉出事之後 台南這些人插蛋 你黃偉誠你也會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樣子 第二個我們看 剛才你看這個邱太元 他講說他自自誤誤誤說怎麼辦 這個人很有經驗什麼他講不出來 因為就是違法 那這個違法 其實在民進黨最近我們在看這個弊案 不是只有他 你記得嗎 那時候林佑昌愛當基隆市的時候 他的這個機要秘書 就是拿錢給官 那拿錢給官這個人是什麼 這個人需要過去有修車廠的經驗兩年 結果沒有去叫修車廠用假的經歷 給他過關 結果害這個相關的局長全部掛掉 就一排掛 所以你基本上我覺得今天邱太元 你吃了誠實豆沙包 最好的狀況是坦白重關 趕快把這個案送到正峰 因為如果這個案 到最後查到邱太元身上的話 是你給這個關 是你蓋印 然後給你過的 就會像林佑昌的基隆秘書一樣 這個局長到時候是他這個蓋章 後來他就出事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民進黨怎麼走到現在 這是千瘡百孔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因為台眼的綠能 我很少看到台灣的綠能廠商 走到賠錢的 你覺得雲豹有賠錢嗎 賺百二 所以台電的綠能如果要賺錢 趕快去菲律賓做生意 把電藍拉回台灣 你就有機會賺錢 來 問董哥 民進黨執政這個一個目的 就是要怎麼撈錢 但撈錢明目要很漂亮 抗中是最好的 那些抗中的人 每個人都有好的位置 每個人都 位置都很穩固 宜大雷也就是很穩固了 另外一個就是綠能 台灣要改變所有的人員方式 所以核電不能用 那綠能就光電 風電 你昨天如果打開報紙會看到 哇 現在還有一種叫地熱 如果台灣的地熱全部開發的話 所有的核電 煤電 或者光電 所有東西都可以通通不要了 天然氣也不用了 只要地熱就夠了 這個就是賺錢的方式 要很漂亮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這回民進黨 他裡面有非常多的人 就知道說永利人 陳其義市裡面啟動一個 台鹽過去就賣鹽巴 台鹽是我過去主跑的單位 我過去跑過 那他們發現說 這樣光這樣賣鹽不會賺錢 會虧錢 又不能漲價 漲價就說民生物資 你怎麼都可以那個 他們就開始去賣水 後來還主打化妝品 然後就化妝品 還好很多女立委都去幫他做廣告 大家可以看到了 賣水又化妝品 後來發現說這個賺得太慢了 就開始 利人是最好賺錢的 所以這個利人就來了 陳其義是什麼角色 他過去是一陣線的人馬 那縣市合併以後 就投入了新潮流陳其 陳其過去在賴清德跟 蔡英文黨內出現的時候 他是嘴巴講挺賴清德 新潮流 其實實際上挺蔡英文 那大家看到賴清德一上任的時候 做了八年的台船董事長 他是潛艦國造的最重要的人 都是他在做 他叫鄭倫隆換掉了 他是陳其的副市長 陳其義是陳其的副市長 所以在民進黨過去你要當什麼官 當過陳其副市長是很重要的資歷 譬如說 陳清德當過中游董事長 還有李永德 李永德當過文化部長 客委會主委 對不對 劉世芳也剛過 劉世芳現在 現在內政部部長 然後吳宏謀過去幹交通部長 現在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就是說這個資歷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賴清德 可能有一些想法不一樣了 鄭倫隆八夜就被趕走了 然後現在陳其義就被辦了 陳其義的案子已經一年多了 被檢舉一年多 我現在檢察官媒體登的資料 跟我一年多前知道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檢察官為什麼不辦 因為那時候的總統是蔡英文 還沒開立燈 對 沒有開立燈 那現在呢 現在在新潮流裡面這些 過去去偷偷幫蔡英文的人 就被辦了 對不對 鄭文燦 北流的負責人 北流就他跟段儀康 他們還去活動中流的 立錦翔跟蔡其昌要挺蔡英文 藍流當然最主要就是藍霸天 陳其 所以陳其的人很多也開始被辦了 那可以看到了 這一回合其實檢察官是很獅子 搞了一年多才起訴 不過比起來比鄭文燦好 鄭文燦的案子被壓了七年才辦 那我們看他怎麼辦下去 下來光電 風電 裡面問題非常多 可是還鬧了國際笑話 我們的風電被歐盟 將近30個國家 把你告到世界貿易組織 台灣終於被世界看見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